時間做分析了需要兩樣東西 一的就是曝光 另一個就是顏色 它將顏色和顏色分開處理 它知道面部的顏色應該這樣才漂亮 但是曝光的臉在植藥的前面 背光是很默的 那怎麼辦呢? 在這一刻AI做出報告的工作 把它加在一起 就可以看到一個這麼漂亮的背光效果 在這個背光當中平時大家都看得到是黏黑的 但是又或者你需要打燈又或者用反光板 但是在這個HDR當中 你就可以清晰看到背光的照片 而且就算在太陽的前面依然都可以看得到 好像我們平時拍照一樣 可能要拍照 你要打得又或者要用反光板才做到的效果 它全部都可以做到 除了人像之外 景物都一樣 好像這一張照 這一張照片是在巴西拍的 這個巴西這張日落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在植藥當中 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樹木、欄杆 甚至乎兩位的朋友就在這裡 如果沒有了這個效果的話 大家可能看到的就是一個植藥 然後其他所有東西都黑了 一模一樣 那就不用去巴西拍了 回來整個水塘拍都一樣